各位腾讯儿童频道的网友 还有童书展的小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今天主持人杰云 那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 能够邀请到了台湾少儿频道 非常著名的苹果姐姐 欢迎你 哈喽 杰云你好 各位腾讯儿童的小朋友 大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湾的苹果姐姐 是 今天非常高兴 让我能够 亲眼的能够看到苹果姐姐了 那今天呢也可以帮你讨论一下 有关于我们一些小朋友的一些问题 包括您的一些问题 好 好的 没问题 好 那首先呢 我也是通过了解到 你是律动性运动的一些节目的主持人 对不对 对 其实我在台湾呢 主持很多年的少儿节目了 那同时我也有自己的一个制作公司 我除了主持少儿节目之外 同时我也主持我们公司 是有一个制作团队 来制作一些少儿节目 那所以说走的路线都是非常可爱亲民的 那你怎么样能够跟小朋友交流那么的顺畅 因为小朋友现在是没有耐心的 对 其实呢我们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把自己当作是孩子 然后也用孩子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在跟他对谈的时候 就好像是朋友一样 所以如果当我们弯下腰来 蹲下身子来 用小朋友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其实就能够了解小朋友他喜欢什么样的语言 什么样的元素是能够抓住他的眼球的 那还是要用天真童真的心灵来感化我们小朋友了 是 没错 那而且呢我有听说到 您在广东的这个亲子的酒店建设有参与到 包括是也有经营和投资 是有这么回事吗 对 没错 因为呢也是一个音源集会 在2013年的时候呢 我就跟我的在广东的一个合伙人 他当时想要成立一个酒店 但是对于这个酒店 还没有很清楚的构想想要做成什么样的酒店 那但是在台湾 因为我从事这个少儿教育工作 跟亲子教育工作很多年了 所以我就跟他沟通 我想要打造一个以亲子为主题的酒店 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酒店里面呢 一二楼是一个小朋友一边玩乐一边学习的地方 可能有些儿童乐园小朋友只是快乐的玩着 没有学到一些东西 但是我们把教育融入在游乐当中 小朋友在玩的过程当中可以学到东西 那同时呢这个酒店三到六楼呢 我们把客房设计成为公主风跟王子风 对 所以说它是从一个小朋友的视角出发设计的酒店 那同时呢我们这个酒店 其实最大的特色并不是我们的硬体建筑 而是我们的软文化 我们在这个亲子的活动当中 其实融入了很多的爱跟孝顺文化 以及小朋友的品格建筑文化这个部分 所以在我们的 我也在那边建构了一个苹果姐姐故事屋 在故事屋里面呢我们会有一些故事秀 然后在故事秀里面我们会带着小朋友 一起来做一些亲子活动 然后也会唱歌跳舞 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故事 其实最重要的是建筑它的正确的人格 以及它的如何跟别人协作 如何善待别人以及推广爱跟孝顺文化 那其实它最重要的特色还是以亲子来为主题的 对吧 对没错 我们希望爸爸妈妈来到我们的酒店呢 可以暂时放下他手边的工作 陪着孩子一起玩个两天一夜 让小朋友呢可以跟爸爸妈妈 共同组织他们童年的回忆 那还是很棒的 谢谢 我自己听到都很想来的 欢迎你 好那同时刚刚前面你有说到就是苹果姐姐讲故事秀的这一段 是 对那我有知道我们的展商旁边有云响家 他们那边也有举办萌宝故事秀也是特别邀请到您 是那这一次很荣幸的就是受到这个云响家的邀请呢 我也成为他们这一次的代言人 那其实因为我们彼此都有共同的理念 就像是云响家他们希望说透过线上的学习 或是这个PED的学习呢 其实可以把这些教育资源带入比较偏远的山区 我们知道中国很大 有很多偏远的地方呢 其实很多的孩子他可能在教育资源上面比较普遍缺乏 那这个云响家希望能够透过他们的这个除了事业的营运之外 能够播出一些一部分的公益所得 来捐赠给一些比较教育资源缺乏的孩子 那这跟我们亲子酒店的理念 以及苹果姐姐故事物的理念是很接近的 那我们苹果姐姐故事物也立定了志愿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帮偏远山区的小学盖免费的图书馆 那所以说因为这样的因缘际会 所以说他们除了邀请我当代言人之外 未来云响家的这个不管是亲子家庭啊或是他们的用户 也会来到我们的亲子酒店做一个不管是培训 或是说小朋友可以来我们这边办一些故事比赛 那还是很棒的就是可以和云响家有更多的一些合作的关系 那我们回归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国际童书展 你今天感受到了什么样的意外惊喜吗 哇 我觉得来到这边我很感动的就是说 看到这么多的爸爸妈妈愿意带他的孩子来参与童书展 因为我觉得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就在于说 父母亲如何看待你的孩子的教育 那我其实很感动在上海也是一个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城市之一 那看到这边有很多很丰沛的人文气息 开始在我们的这个会场当中可以看得到 我觉得就是看到一个国家很充满希望的未来 那你觉得我们的童书展在未来有什么样的趋势呢 可以谈谈自己想吧 那我希望呢就是未来的童书展呢 其实可以容纳更多国家的一些元素 不管是绘本啊童书绘本 或是说更多影音的 更多现场的表演的 让在这边呢变成除了是一个童书展之外 更像是一个小朋友在文化创意方面的这种 梦想嘉年华的感觉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希望能够在明年的童书展可以看得到 好再次感谢我们的苹果姐姐的到来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见到苹果姐姐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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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